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前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住所 梅湖庄园被搜查 共和党多名人士对联邦调查局表示不满 前副总统彭斯说 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一位前总统的私人住宅 曾经遭人突袭 联邦调查局这次派人搜查川普物业的行动是 史无前例 他对此深表担忧 要求司法部长加兰就海湖庄园搜查令向公众做出全面解释 川普的一批支持者在海湖庄园外挥舞旗帜 又举起川普前年竞选总统的宣传标语 有人形容联邦调查局的行动是疯狂及废话连篇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形容联邦调查局的搜索行动是踏出重要一步 反映即使是前总统也不会凌驾在法律之上 报道说海湖庄园被搜查时川普本人正在纽约 他稍早发表声明形容被突击 又指海湖庄园被大批联邦调查局人员占据 他的一个保险箱被强行打开 外界认为川普有意再次搅逐总统并为此做准备 他目前面对多项调查 包括国会的委员会就去年国会山骚乱事件举行的听证会 国土安全局和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宣布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将重新对美墨边境 扩充现代化和高效的边境设施 据报道拜登政府以低调的方式 重启了位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上的部分边境墙修建工程 具体位于亚利桑那州和墨西哥的索诺拉州之间的部分边境上 报道说这段边境墙的修建是前总统川普任其内大力推进的工程之一 但是拜登在2020年当选总统后立刻叫停了边境墙的建设 报道说这段边境墙的修建是前总统川普任其内大力推进的工程之一 但是拜登在2020年当选总统之后立刻叫停了边境墙的建设 国土安全局和海关及边境保护局昨天宣布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将重新在那个边境地区修建 现代化和高效率的边境设施 解放军连续第六天在台湾周边军演 反制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放台 台湾国防部长发布台海周边海空域空勤动态 9号下午有解放军战机45架次 其中16架次越遇了海峡中线 另有10艘舰艇在台海周边活动 台湾国防部强调自8月4日至今 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区域侵扰位置 解放军战机4天共击79架次 挂越了海峡中线 分别为6日的20架次 7日的22架次 8日21架次 以及今天的16架次 Google引擎罕见出现故障 全球40多个加河地区受影响 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已经迅速开展工作解决故障 目前服务已经恢复正常运行 昨天晚间9点20分左右有超过4万人报告说 无法使用Google搜索引擎 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也陆续发现 Google搜索引擎出现问题 对于数据中心爆炸 Google发言人发送声明说 我们知道昨天在爱荷华州的Google数据中心 发生了一起电气事故 现场三人受伤 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我们正在与合作伙伴和地方当局密切合作 彻底调查情况并提供必要的援助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